请坐 那我们今晚要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 这里有神 那我们知道人心里面其实都有拜神的观念 其实当我们说这里有神的时候 我们就会思考这里是指哪里呢 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其实我们都看到到处有神 处处可见神 因为对我们还未认识耶稣来讲 我们看到庙宇里面有神 树底下也有人去拜神 树的下面 我们来看圣经的一段经文 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 讲到一个叫保罗的一个人 他来到雅典这个地方 那他在二十二节里面对当时的雅典人这样说 他说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敬畏神 二十三节保罗又在说 我游行的时候 观看你们所敬拜的 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 为师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神 现在我现在告诉你们 原来在雅典这个地方 他们处处有神 而且他们对神也是敬畏 我们不能否定 他们真的有拜神的心 可是保罗告诉他们 你们有敬拜的当中 竟然还有一个为师之神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 这里有神 但是这个神我还不认识他 这是他们的观念里面 产生出来的 当我们说这里有神的时候 那神到底是在哪里呢 那我们环顾我们的周遭 这里也有 那里也有 到底哪一个才是神呢 其实我们的心 这里有神 只是我们还不认识这位神 但是我们又对他敬畏 可是我们就认为说 这里有 那里有 就好像这些雅典人一样 虽然他们在寻找 他们却没有寻见 所以保罗在下面里面去 告诉他们 这位真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谁呢 27节就告诉他们说 首先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 然后预定了人的一个年限 而且保罗告诉他们说 就是要为的目的 就要人去寻找这位神 而且保罗告诉他们说 他离我们不远 其实保罗要介绍的就是这位 耶稣 基督 而当时这些雅典人 因为有拜神的心 却不知道神在哪里 但是他们当中 有人后来听了保罗的讲解 信了 但也有不信的 其实人都在寻找神 其实神也在寻找人 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 每个人都想拜神 但是呢 神在哪里呢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见证 我们在泰国有一个姐妹 她还会信我们的教会之前 她也很热心地来敬拜神 寻找神 她就开始去拜一个宗教 叫做一贯道 这个一贯道呢 就要告诉她说 我们这里有神 这里的神呢 你要拜用债务来给他 供养他 那她就会花很多钱 去买这些债务 供给这些神 因为这位神可能缺少食物 保罗却告诉雅典的人 这位创造人 创造万物的神 他不需要人家供养他 因为他肚子饿了 他不会告诉人说 我要吃什么 所以如果他真的肚子饿了 他所创造的 难道不就是 能够供应给自己吗 但这个姐妹开始不懂 每个月都要花很多钱 去买这些债务供品 因为她认为这里有神 可是后来她虽然信了这个宗教 她还是没有办法感觉到神的同在 在他们的所谓的坛里面 他们也会足坛 那坛里面 他们会有灵 降临在他们几个 福山的人的身上 那个人就会开始写一些字 来传达所谓 他的神的一个意思 然后他就不见了 那个灵会消失了 前面就观察了一段时间 这位神好像离我很远 有时有空就来 没空就不来 然后在她的一个过程 这个寻找神的过程 她就觉得说 好像她是神 又不觉得她是神 因为她没有办法体验到 这个神跟她的同在 而且她进这个宗教 还要发誓 他说 我们现在给你一个五字真言 五个真言 五句话 五个字的话 只要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就喊出来 这位神就会来救你 但是你要发誓 这五个字 你不能告诉任何人 甚至你的先生 你的亲人 你的儿子 所有的人都不能够告诉他们 那如果你告诉别人 那你怎么样呢 天上那个雷会打你 把你烧焦了 她听了以后 果然她也信 也接受了这个五字真言 可是后来她想得也奇怪 如果这个神是真神 他要给我平安 怎么会叫我去启示 说不可以把真言 告诉别人呢 如果这个五字真言 可以救人 那我应该要跟更多人讲 怎么反而成了 我一种心中的捆绑 好像我得到一个弊命 不能告诉别人 这样 后来她就去寻找 其他的宗教 去寻找基督教 也不是我们教会 去到那边 那个牧师就跟她讲 我们这里才有神 那里没有神 那你怎么知道没有神 我告诉你 那个五字真言 我也懂 他就把那五字真言 说出来了 你看 有没有 没有 对啊 那我所信的 到底这里有神 她就开始对她过去的宗教 犹豫 怀疑了 那开始 她也 查考圣经 那圣经查考了之下 她就发现 基督教才是 比较正确的 对啊 神创造万物 为什么 我还要给她东西吃呢 他都已经把我们造出来了 他又把宇宙万物都给我 我们 他缺少什么呢 好了 她就开始 转变她的宗教 她说 这里没有神 这里有神 可是她在 这个教会 一段时间以后 圣经的话 真的很好啊 她心里面 还是总觉得 有点虚空虚空的 怎么 因为我还是感觉不到神啊 每次我也读圣经 他们也叫我祷告 可是我还是感觉不到有神 后来她接触了 我们教会的一位信徒 就带我们的教会来听道理 我们的教会信徒说 我们这里有神 每个人都说 她这里有神 到底有没有神 她带着半信半疑的态度就来了 结果在教会过后 看到教会的祷告 哇 这是什么啊 这跟她过去 在一贯道是不一样的 以前那个是 几一两个人 有灵降在她的身上 我来到这个教会 每个人好像身上都 在讲一些 我听不懂的话 后来她在查考 我们的信徒就告诉 这是圣经应许给人的圣灵 印证了神在这里 而且更是每个人 可以知道这位神 认识这位神 认识她 可是她听了还是犹豫 她在回去之前 我们的传道就跟她说 你回去你可以奉耶稣的名 哈利路亚 向耶稣来祷告赞美她 然后你可以向她求圣灵 那你就知道 这里有神 其实这个传道 不是在讲教会有神而已 当你体验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这里有神 原来神不是一个地方 像他们这些亚等人拜神这样 只是在这个地方 住一个坛而已 所以神其实 不是只有在这里 在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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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回家去了 她又查考 我们跟她分享的道理 对啊 我过去的洗礼 好像都不是 按照圣经 对啊 圣经里面说 神要把圣灵 赐给那些相信的人 那些领受的人 会说出方言 来能够体验到神 那时候她就开始 又在思考了 然后我们的传道 又打电话来了 向兰啊 你有没有来啊 有没有来教会 要不要来教会啊 所以 Miss Are you coming to our church Are you coming again 你要求圣灵啊 You must come and pray for the Holy Spirit 你要祷告啊 You must pray 她心里面就 忧郁说 啊 在看怎么样 在看怎么样 然后她就在家里想说 好 我来向神祷告 她说我来赞美这位神 很奇妙 她跪下去祷告 她就开始讲 哈 她要讲哈利路 她就哈 又哈了 就讲不下去了 奇怪为什么会这样 每次她祷告下去 哈 下面就没有了 后来她自己想要祷告的时候 总是会讲 要讲话的时候 就有一个哈 出来 她说为什么会这样 她就觉得很奇怪 那后来 那个传道又打来 你要不要来教会祷告啊 求圣灵啊 好了好了 我就来教会看看 那天她就来听道理 那也来 刚好我们那一晚 也是有求丁恩 她就到前面去 她就跪下去祷告 很奇妙 哈利路亚 讲出来 然后赞美主耶稣 杀单天她的舌头就开始跳动了 她是说 哦 我的舌头怎么好像松了 而且她感觉到 这个舌头的跳动 不是我自己在做的 然后她祷告的时候 就一直说出方言来 还祷告过 传道就跟她讲说 你祷告好像有圣灵 她就被感动 就好像刚才我们看介绍的影片 被感动的时候 不是说你想感动 圣灵感动你 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动 神在这里 她确定了 在她寻找真神的一个过程当中 她终于寻找到真神 感谢神 她就是这样知道说 神在这里 那我们今天在寻找 这个真神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们是否真的找到神呢 处处是神 哪里有神呢 又有一个无神论的 一个泰国的老先生 为什么叫她是一个无神论呢 原来这位泰国的华侨的老先生 以前他是一个共产党的 第一号的人户 So this old man who was from China He was Tai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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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He was a Thai Chinese And he was formerly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Holding a very high rank He was the top brass in the Communist Party 因为我们知道 在以前 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都有所谓的共产党 而且他们会在这些国家里面 跟这些国家的政府打仗 因为这些华裔 他们都是支持说 要中国的共产党说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全部变成共产党 他们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 后来我们知道 邓小平先生 后来就不再支持 南亚这里的共产党了 因为中国要改革开放 发展经济 因此他们就没有了支持 这位共产党的老大 也没有枪可以拿 就在外面打工了 晚年就在曼谷那个地方居住 后来我们教会的一位信徒 就认识他 就向他传讲福音 我们这里有神 你要来拜神 共产党听到这个受不了 你哪里有神 我就不相信你有神 如果是以前 我早就把枪把你射倒 不是开玩笑的 共产党那是无神论的 可是他年纪大了 他还是跟着我们的信徒来教会聚会 他坐在下面 很凶地看着那个讲道 然后有时候还不耐烦站起来 你这样讲不对不对 我不同意 他又坐下来 然后后来就想说 这些这里哪有神 有神 有神你让我看到了 让我知道了 心里没有想 就在他想的那一刻 他坐在那个椅子的时候 突然间他的手开始动起来 他吓了一跳 他手那里怎么会动 他就抓住了手 不让他动 可是他的手还是继续动 难道这里有神吗 他开始吓到了 共产党老大都会吓到了 后来感谢 他在不断地目道查考圣经的时候 但是他是一个震撼子 就是他后来认识了真的有神以后 他也谦卑地祷告 结果祷告的时候 得到圣灵讲灵言 他才知道说 原来这里有神 世界上有神 所以汤巴巴的见证是 他姓汤 汤 他姓汤 中文名 我们每次都叫他汤巴巴 没想到在晚年的时候 竟然来认识了这位真神 我有去访问过他 以前我都不相信有神 原来神在这里 神在这里 他领受了真神的灵 因此也接受了洗礼 感谢主 因为那时候他年事已高 因为我讲这个见证 这已经是整十多年的见证 所以他就离开这个世上 回到主耶稣那里去 所以这里有神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人 在这个创世记里面 记载了一个人 创世记的二十八章 在第十节里面 有一个叫雅各的人 因为他当时逃难了 来到哈兰这个旷雨的一个地方 他就在那边累了睡觉 十二节说 没想到他在这里 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 这个梯子很特别 他的头是顶着天的 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下往来的 然后这个梦里面 就有神跟他讲话 他说 我是你的祖宗的神 我要祝福给你 无论你往哪里 我总不离开你 十六节这个雅各就睡醒了 他说耶和华正在这里 我竟然不知道 他就惧怕 十七节说 这地方何等可谓 这不是别的 乃是神的殿 也是天的门 其实这个雅各 他的家人 祖宗都是敬拜 真神的人 但是呢 他从来没有体验到神 他也没有真正地 去跟神建立一个关系 直到他遇到麻烦的时候 直到神向他显现的时候 他才说 原来神在这里 我不知道 有时候有一些基督徒 虽然说 他的家人姓的耶稣 也是在神的家庭里面长大 但是不见得 他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 他也不一定知道 神在这里 直到神向他显现 他才说 原来神在这里 我竟不知道 雅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其实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我们曾经到台湾 有一个弟兄 那时候我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他原来是从外面工作了很多年 才回到自己的家来 家乡来 所以我从小就洗雨了 但是我从来都不觉得有神 后来我在外面工作了很多年 发现这个世界 也太竞争 太可怕 所以他就决定 回到家乡来 那很奇妙 他回到教会的时候 那一次 反正在家乡 乡下没事做 他就去教会祷告 心里面其实都已经很忧郁 得了忧郁症 因为在外面承受太多的经历 结果没想到他祷告的时候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他说出灵言 他就想 这里有神 后来我跟他叫他 你为什么离开了这么久 你还会回来呢 他就把他的经历告诉了我 他就像雅各一样 这里是神的电天的门 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 后来他得到了圣灵 他确定了他的信仰 真的有神 他再也不离开这个教会 在教会里面服侍 其实我们听到了三个见证 不但人在寻找神 其实神也在寻找人 很多时候 人不一定寻找到这位真神 但是神这位真神 却愿意要来寻找人 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 以赛亚书的六十五章的第一节 这里说 初来没有访问我的 现在求问我 没有寻找我的 我叫他们遇见 没有称为我名下的 我对他们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这是先知 在当时候对着以色列人这样讲的 第二节我们看到 其实神一直爱祂的子民 跟祂伸手招呼他们 可是这些以色列人 就是一直离弃这个神 不愿意拜这个神 结果成为王国奴被掳到外地去 但是先知也 现在你说了一个一言 神不只是以色列的神 是全地的人的神 他要寻找那些 愿意相信他 愿意来认识他的人 但我刚才讲的那三个见证 没有一个是以色列人 但是神都告诉他们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你寻找到这位神吗 求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的牧道朋友 来认识这位神 体验到祂 我们用一个章节做结束 罗马书的第五章 罗马书第五章 我们来看 罗马书的第五章 第五节 这里说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当时的基督徒面对很多 生活苦难 但是因为他们有 真神给的将来的盼望 他们说我们不至于羞耻的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原来这里有爱 这里有神 当你领受圣灵的时候 你就会认识这位真神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咱们可以分析 我们可能会认识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